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弯通国际投顾林中翔为您制作的标股及先锋 今天大盘中场跌了42点 盘中最多跌120点 很奇怪 跌120点为什么有的股票不跌 很多投资朋友都喜欢冲 一看不跌就进去抢 结果尾盘你又市价冲掉 你这样子做股票不是赔钱吗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 做股票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没有什么进出 只有新会员买一些股票 但是不是最高 低阶 各位来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开低 杀了100多点 老师 爱普一开就往上拉了 老师我去追啊 我去追啊 最后一把你把他冲掉 你去追就不要冲嘛 老师我怕没有追到会涨顶板 小 牌又不是很稳 那明天呢 明天开高走高 你要去追的是不是 对不对 我发会员 拉到这里的时候 我跟会员讲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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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不要追 真的不要追 你要买的话 在平板附近买 对不对 老师 我去追到257.5 38 不要追啦 明天搞不好就开高走高 就拉涨停了 明天搞不好开高走高拉涨停 上一次啊 在这里啊 这一天收盘价是244 这一天收盘价是245 大概都在这里啦 他在240块这个附近支撑已经很强了啦 老师我今天去追高 追高就中枪了 对不对 老师那明天能追吗 参加我的会员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各位啊 W1788标股及先锋 0277259668 订阅按赞分享 我就会告诉你了 我就会告诉你了 对不对 各位 做股票有那么急吗 专门计算主力筹码 底部量说好买点 你注意到啊 海浦 冲到268涨停板之后 拉回来量已经说第二天了 说到已经下不去了 随时攻涨停 随时 哪时候我不知道 老师不是算命 但是你加入的太怪 对不对 我在这里告诉你会涨停 就会涨停 对不对 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三 收完盘 我告诉你礼拜四会涨停 结果礼拜四真的涨停板 很多投资朋友都想 老师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在这里计算主力筹码 对不对 主力还没有跑啊 今天人家买带还是很积极啊 对不对 有钱之所以以前做的 按想跟你不一样 老师 366147你卖掉了 卖得好可惜哦 对啊 对啊 我们下来要再买啊 三线翻工又来了 500多块不能买了 因为三线翻工了 800块不能买了 因为三线翻工了 结果涨到1000块了 张老师 你要不要出来讲一下货啊 哦 去年我买在1200 你猪八戒谁买在1200啊 我买在600 我买在500 都从最高点算 怎么有这种不要连的老师 我们这样讲 你每一档股票都从最高点算 台积电你说从688算 啊 联发科你说从1200多块算 联发科在1100块 我叫会员卖的 我叫会员卖的 还没有买回来 2454的联发科 但是联发科这条叫年线 对不对 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啊 联发科也不会再跌到 跌到500多块给你买了 你放心了 老师那万一跌到500多块 跌到500多块就买啊 对不对 1200跌到500块 你还不敢买 你不买我来买 三连的台积电 对不对 老师 380能不能买 当然可以买 外资卖在这里 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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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在这里 卖在这里 买在这里 你以为外资比较聪明的 好 外资做的比你还烂 对不对 好我们来讨论一下 各位 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最多跌100多点 收盘的时候才跌多少 42点 对不对 拉上来 不止喔 开盘收盘最新跌42点 对不对 跌42点 对不对 跌42点 跌42点没错吧 来我们给你看一下 大盘的K线 这一条叫年线 有没有过 过了 这一条叫做季线 有没有往上 往上了 这一条叫半年线 有没有往上 往上过了 对不对 来我们一档一档股票 减4 6643 今天 我本来今天 只要开盘580左右 我就要买 结果没有 没有就算了 我们是卖掉了 不过 不过我看 要跌破500块以下 大概不容易了 有来到低点 我会再买 各位 这个叫月线 这个叫季线 这个叫年线 这个叫半年线 都过了 对不对 6531的爱普 各位 月线季线 半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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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线在182 半年线 半年线已经过了 半年线往上了 对不对 年线是不是过了 但是年线是长红长红过的 是大涨大涨涨停过的 所以他回来不会再回撤年线 回撤年线的机会不大 他如果有回撤年线就买 他没有回撤年线 那大概只有240几 250块左右就买 那万一明天就要涨停板了 老师明天会不会涨停 加入我的telegram 各位加入我的telegram 最近来参加的会员很多 好不好各位 对不对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最爱按想的跟你不一样 好 世新 对不对 我买500多块嘛 老师500多块三线翻空 老师 你猪八戒你买在500多块 500多块结果涨到1000块 叫三线翻空 333 之间有300万 大概三档股票不要多 那三个月的时间 我想办法 我们带进的股票绝对会带出 我们没有叫你出 你就不要担心 因为他一定会涨 这老师敢打包票 别的老师我是不知道 别的老师哪里在赌博 对不对 我们不拿你再赌博 像我不会赌你这一支 我不会赌 因为现行本来就不好 你看一下 对不对 在这里啊 老师他会涨停涨停 那会涨停涨停再说嘛 他月线季线半年线都没过 你叫他怎么涨嘛 他在046 老师这一支会涨停 对不对 都没过你叫他怎么涨嘛 就真的就没过嘛 我们没有买 但是在这里也不太会跌 我们不是买要不太会跌 我们要买会涨 会涨停的股票 老师那你有没有股票今天涨停版 有一支啊 这支股票今天涨停版 老师台阳你很久没有讲了 涨停版了 涨停版了 有没有看到 他是不是会往连线去做靠楼 有没有 哎很久没有讲 不是代表说没有呢 还没有抠出呢 台阳上停版 没抠出就是没抠出啊 老师那我还小赔 明天就赚钱了 对不对 还有呢 老师安国你没出 没出啊 今天新参加的会还满 我说没关系啊 平板一下买啊 哎不要等到明天涨停版的时候 你又说 老师你都没有讲 拜托我股票已经不多了 我就这么几档股票 对不对 天狱 艾浦 世新 M31 金星科 安国 台阳 创伟 讲一下创伟 今天有会员说要买创伟 我说最好跌到100亿再来买 结果也不来 他就是没来是怎么 老师你为什么那么坚持100亿买 因为我上次是买105啊 获利出一半啊 那我是希望再回到100亿我再来买嘛 那不然呢 老师你就市价抠进去嘛 那对不起会员了 那万一万一明天回到100亿 就就已经买了就没办法再买了嘛 对不对 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 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对不对 看我节目的会员也知道 大家心里不会比较那么怨恨 对不对 现在比较怨恨是怎样 老师这一支股票 我们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老师买在这里 老师这上去没有卖 268没有卖 只有刘小姐自己偷偷卖掉 268卖掉 248又买回来 他今天有没有买我不知道 他搞不好今天快到258去追 没有 老师明天252开盘价能不能买 明天搞不好会涨 你看哦 他下面挂单很多 都几百张在买 今天在这里也是几百张 最后一盘几张你知道吗 最后一盘 最后一盘好像六百张 这里有人在吃火 你听到没有 你们听懂没有 这里有人在吃货 吃一次拉上去 拉上去以后 他可能顺势调节 然后他就在低档在吃货 在245到247之间 他在吃货 这里人家在吃货 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 老师在干嘛的 四个半小时在看盯盘的 老师四个半小时都不会怎样 发抠 我这样好了 老师在四个半小时 绝对不会在那边写的 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因为要带会员 我要看这个挂单是怎么挂的 对不对 这里245的时候挂了大概100张 被K掉以后他又吃上来 拉到246 246.5 最后一盘他245块又挂200张要买 结果被那个当冲的 因为买在这里嘛 他不要流仓嘛 他就当冲嘛 被当冲的K下来 所以没有意外 明天开盘价247 248 拜托我的股票你不要冲啊 有本事去放空你不要乱冲 老师我在这里买冲一下 老师会涨停板 开玩笑 会不会涨停板 我比任何老师都知道 对不对 你看这一天 这一天是244 收盘价是244 也是最后一盘被K下来 也是盘仲格到250几 结果隔天开盘248.5 直接拉涨停板268 把这一天当冲的气的 咬的牙痒痒的 今天又来一次了 明天开盘直接开高 248的248 248 248 所以各位 我们做股票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 要让会员了解 今天你要去当冲 对不对 你开盘去买 对 当冲出掉也对 你盘中12345 拉了5坡 你再去买 结果你想冲涨停板 结果你上个厕所回来 跌下来不想冲 再上个厕所跌下来不想冲 再拉上去 你也没冲 结果跌到这里 你想 哦 我在加码 会拉尾盘 结果一看一看尾盘没拉 市价冲掉 你还赔手续费啊你 你怎么租头 对不对 明天开高 明天开涨停板 又没有了 各位 我每一档股票都跟你讲在前面 我还要跟你讲一支股票 今天盘中也是涨停板 对不对 也不要讲那么多了 二三一四是不是涨停板 是不是涨停板 会员有没有 涨停板 零股量还有两千多 两千多张 涨停板挂着买 六五三一对不对 零股量一千多张 在尾盘大家抢着买 不要冲 老师那明天涨停板能不能冲 涨停板一定可以冲 老师那明天会不会涨停板 我会在这个胎管里面告诉你 我胎管都讲到40 我会跟你讲 谁在买这个股票 谁没有在买这个股票 各位 我都讲的清清楚楚的 外资买的成本是多少 买了几张成本是多少 哪几个外资在买 哪几个外资在卖 为什么这些外资要卖 为什么这些外资要买 我们讲的都清清楚楚 你加入我的Telegram你就有了 对不对 像这种外资一路在卖的股票 周KD是不是翻空了 是不是一路往下滑 对不对 像这种 周KD是不是 你看一下周KD跟周MCD是不是 都翻空 是不是一路往下滑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嘛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再一次跟你讲 333 开春元气满满 反正你都知道 我有什么股票 老师 安国今天拉上来 明天会不会涨停 老师我不相信你讲台阳 结果台阳我卖掉了 结果今天涨停 老师我希望买创委 老师你能不能低一点给我买 老师我希望买天狱 天狱我有讲啊 拗下去我就买了 那不拗下去啊 他还守在那个关键价 对不对 老师我要买四星 四星几叠我就买啊 一千块你叫我去买四星 我头脚掉了 金星科 你叫我买在五百多块六百多块 我头脚掉了 M31 你叫我买在六百块七百块 我头脚掉了 那点回来我不是可以买 不要怎么冲 对不对各位 我在这里告诉你嘛 怎么冲 看哦 今天盘货交易3485 收盘价多少 336 338是不是338 盘货交易等于涨一块钱 明天搞不好开高 会不会跟2314一样 开高也有震荡震荡收涨 我哪知道 老师你不是每一档都知道吗 我是每一档都知道啊 所以我才带会员去买啊 不然呢 老师 那爱卜会不会真的来300 300再来在这里 在这里 321 321 123到台湾 台湾有个阿里沙 当季线下弯的时候 他碰到季线就是卖点 碰到季线就是卖点 当季线往上走的时候 他回到季线就是买点 回到季线就是买点 当年线开始支撑的时候 他越过年线就会冲两根 冲两根的冲两根 冲两根的冲两根 这样听懂了吧 对不对 当季线开始往上 他就会冲 你看一下台湾 是不是季线往上了 整理8天就拉一根掌停板 因为258是转折 转折 转折往上就会掌停 有没有掌停 开拍手 掌停板 对不对 好各位 那这个有没有面临转折 快了 快了 下面三根了 对不对 2358 明天开始要动了 站回五四线了 今天有主力筹码进去的话 明天大概就掌停了 但是开盘不要追 好不好 为你好 开盘不要追 抱牢就好 报警处理 我们掌停板见面 掌停板 我再跟你握握手 放烟火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原因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